Hatchback 說到Hatchback 相信很多人都會想起 好受香港車主風型的福士Golf 所以這次我們要介紹的 就是最新的第八代Golf 除了加入近期很流行的Mile Harbor 還加入了甚麼科技元素 我們立即看看 如果不想錯過最新科技產品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下通知鐘仔 第八代Golf 車廂配套轉行全數碼化 有10.2吋的數碼儀錶板 看到導航、水溫、油溫 還可以看來電顯示和選歌 夠方便 中控台有9吋的touch screen 支援Apple CarPlay 有3區行溫冷氣 還可以淨化空氣 氣氛燈有很多顏色選擇 中控台有很多按鍵 都是輕觸式 整個感覺都頗豪華 波棍亦跟上一代不同了 轉了設計 看起來更加簡潔 還有雙USB Type-C插座 和無線充電位 福士就說 這麼大的重點是創新 我覺得是真的有做到的 無論是這些科技設備 或是一些車廂設計 例如這些 感覺上都比上代有科技感很多 基本安全配備 ABS 電子穩定系統 加速防禍控制 今代都有 還有自動泊車輔助 和泊車轉向輔助系統 對新手來說很幫助 後座的設計 我覺得都頗甜蜜 上面有些袋子 可以放下電話 還有最好的 就是後座的人 可以自己調校想要的溫度 下面還有兩個Type-C插電位 接著空間來說 其實很闊落 不頂頭 不頂腳 今代Golf用了全新的ETSI引擎 是第一次搭載48VMio Harbor System 馬力和扭力分別有150匹 和250Nm 除了可以減低耗油量 起步亦都會提供額外動力 行車的時候都會更平順更舒服 而今代都有GTI版 是用2.0公升TSI引擎 馬力245匹 扭力360Nm 外形和上代都有點不同 多了一體塊LED行車燈 IQ-Light頭燈亦都比上代尖了 車頭感覺更加利落 而Golf標誌就搬到福士logo下面 很容易就分到這輛新車了 無論經歷了多少代都好 其實Golf的尺寸始終保持在差不多 這個可能是令很多人喜歡它的原因 但今代廠方就說 進入全數孖花的年代 無論是標版還是控制方面 其實都有很大的改變 不知道這個改變會不會令你喜歡這輛車呢 換生活 樂科技 銀話-K 再見 再見 再見